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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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歡迎大家回到来 CAT 阿媽 Channel 一說起羊堂,大家應該都会想到他們是會噴口水的 不過大家放心,他們是不會無故噴口水的 究竟有什么情况下,他们才会去喷口水呢? 他们会喷口水是因为觉得自己受到威胁,而去做出这个行为来保护自己 说回Freddy和Tommy,他们最常喷口水的原因是因为欠饭或打架 通常喷口水的人是Freddy,Tommy每次都被他喷 你们看看Tommy多惨,他被Freddy喷完之后,立刻头哒哒,没精神 Tommy其实他很乖,他被Freddy喷口水后都没有去还击 其实草莱马他们会用什么方法去打架呢? 你们现在都看到,他们会用颗子跟对方打架 在打架期间,他们会喷口水,咬咬大家的耳朵或脚 另外,他们把对方的头压下,那就是赢了 现在你们看到躺下的那个是Tommy Freddy在上面,又打架打架 其实Tommy的脚气真的很好,他被Freddy按着来打,他都没有喷口水 其实他们这样打架都不算是十分之严重 虹性的羊鱼在两岁的时候会生一套战斗的牙齿出来 这套牙齿是交配的季节 求偶的时候会发挥很大的用途 这个用途都挺恐怖的 羊鱼为了打败情敌,他们会咬掉对方的膏丸 今天先说到这里 喜欢的,记得点赞和订阅 分享给朋友看 下次再见,拜拜